郭彩節近年來將事業中心轉往中國 演出更因登上路縱、成功破浪而再現話題 近日他在聖誕節發文透露 右腳踝不慎似脫性骨折 自嘲今年的聖誕禮物 就是在出道16週年當天變成了四腳怪 算走路必須放慢速度,但慶幸自己還能走 展現了樂觀的態度 從照片中也能看見他手邊放著拐杖 但仍忍著疼痛繼續工作 為新的音樂作品進行錄製 還對著鏡頭比出一夜的手勢 似乎並沒有什麼大礙 事實上郭彩節最近幾年屢次因為造型而引起熱議 上市在2022年底 他在拍照時被發現肋骨根根分明 且手臂鮮細、身形單薄 玩如紙片人一般的身材引起粉絲們擔憂 這次受傷也讓粉絲們混混留言 希望他能趕快好起來 也祝福他出道16週年快樂